Like Subscribe Share 大家好,我是嘉楠 Yaya HAPPY NEW YEAR Yaya Yaya 這麼快,2020年就結束了 其實我家裡也有一個傳統 每年年尾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一下 我們這一年過得怎樣? 最開心的是什麼? 有什麼需要進步? 一起設定一個目標 在明年大家有什麼目標 如何一起進步 其實今年我確實很慶幸自己 開始做這個YouTube Channel 因為英國大家都知道 之前Lockdown 現在基本上跟Lockdown差不多 好像我們聖誕節 都只可以是25日那天 可以看到另外兩家人的朋友 還要看看你是哪個地區 因為這樣,有很多人 其實都很難跟外界有很多接觸 但因為我做這個YouTube Channel 反而我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和很多人有交流 所以今年我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 我明白了,今年裡有很多人都會比較艱苦 可能有些人沒有工作 有些人減了薪 有些人減了薪 爭拗 健康問題 也有些人很寂寞 因為平時有的社交也沒有了 我也希望大家在下一年 會有更好的開始 和有更好的改善 之前也有觀眾朋友跟我說 加南裡的人很陽光 有很多笑容 很正面 你可以在這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培養這麼正面的態度呢? 也可以影響隔壁的人更加積極 所以我就趁著今天這個新年的機會 希望新一年大家都有更正面的生活態度 謝謝 哈哈 我老公浪衣服 跌了我的衣架 Good husband 其實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本身自己一個人 一向都不是一個整天笑的人 大家可能看到我 哇,你經常對著鏡頭 很開心 很開心 其實現在我是有很大的改變 但是你會想像不到 我小時候是經常都黑臉 然後我媽媽就要買那些 怎樣整天笑 為什麼要整天笑的那些書給我看 我覺得 啊,你幹什麼啊 好像小學已經在看心理書 那樣子 那時候我完全是不明白 這件事是有為什麼這麼重要 到我開始工作 之後結婚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時候 就會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會 kind of force自己 或者應該說 去明白到 笑真的可以帶來很大的改變 會給其他人 有很不同的感覺 對於你這個人 那也都另一方面 就是生活的態度 我發覺 如果我都做得不好 我的小朋友 他們就 不會是這麼開心 這麼正面 那所以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我個人的生活提示 也都裡面包含了 Jordan B. Peterson 他分享的 12 Rules of Life 還有另一個 這本書 The Rules of Life 都是叫做 By Richard Templar 那其實當中 我是不是完全認同了 他們所說的那些 Rules 那就不是的 不過我是覺得當中 有些是挺好的 Ordan Peterson 他其中一個 Rules 就是 Treat yourself like someone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的意思就是 我們都很喜歡幫別人 對其他人很好 不過呢 我們其實應該對自己也是這樣 你想想 對自己 就應該好像 你好想去幫別人 那種態度來幫自己 你是有一個選擇的 譬如你是需要服用一些藥的 你就不要說 哦 我不吃 你這樣就不是在幫自己 對吧 所以你應該要對自己是很好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自己不負責任對自己 那你是永遠都不會作出改變的 另一個 Rules 就是我們不應該跟今天的其他人比較 而是只是跟自己 以前的自己去比較 這個其實我想 相信很多媽媽 都會 作為父母 都會聽過這件事 就是我們 不要把子女跟其他人比較 對自己都一樣 我們對自己應該是比較 自己之前是怎樣 而不是跟其他人去比較 每一個人都不同 有不同的 Talent 我呢 就是比較 跳舞方面 有一點點 Talent 但是呢 我其實是一個很論盡的人 我經常都會弄花東西 打爛東西 我老公在那裡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 你自己的 Challenge 你自己的 Talent 那應該只可以跟自己 這個人去比較 在這本書裡面 它有個 Rule 就是要 Accept Yourself 接受自己 但我覺得除了要接受自己之外 其實呢 我們都要 Be Grateful 去感恩 就是 Thankful of what you have right now 要感恩你自己現在擁有的東西 其實這個是一個 Self Consciousness 一個自我認知 當我們想作出一個改變之前 其實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要有自我認知 而知道自己呢 在哪一個位置 在哪一件事 是需要作出改變 其實呢 我給一個例子 就好像呢 其實我以前 讀大學的時候 我是超肥了自己 因為呢 在Bakery那裡上班 我做Part-time 經常在那裡吃甜品 然後呢 我是肥了很多 那大家 可以想像一個肥豬 在台上跳舞 我都還在跳舞 很搞笑 然後一看回來 就覺得 嗯 但是當時我是覺得 我還跳到舞 我沒有什麼問題 我拍照出來 我懂得擺姿勢 那樣的 就變了還是很瘦 所以我自我認知 是不覺得自己肥 直到有一次 當我已經工作了 開始 我老師的老師 看到我跳舞 然後她走過來 就跟我說 你好有天賦 但是呢 浪費了 在這個身體上 這個身體上 這個身體上 於是那次呢 我真的 很刺激 然後我就開始 明白自己 真的要做出一些努力 那我就很努力 減肥 三個月裡面 減了十幾磅 然後你也認識到我老公 我 騙了我 最瘦的時候 哈哈 是啊 所以在我們做一些改變之前 其實一個自我的認知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過同時間呢 不是說你要自信心很低 很沮喪 而是純粹是接受自己 同時間呢 因為我知道 我有一個 我是很感恩我自己 有一個 這樣的天分 或者我培育了自己 這麼多年 我沒有浪費了它 對吧 所以應該去做出努力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作出改變了 但是呢 同時間呢 很重要一點 在這本書裡說到 他說 要Be your own advisor 我先生 他跟我分享 說 在大學的時候 當他讀建築 他的老師告訴他 建築師呢 有一個最大需要學習的事情 就是要可以self critical 可以自我去平衡 因為在他們的project裡面 他們讀建築 你想想 一個 純粹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project 設計出來的東西 沒有人呢 會比你更加清楚 對於這個project 是不是 他的老師呢 只會是 其實通常是 每個禮拜 給一些question 問他問題 啊 你這些是怎樣 這些是怎樣 那呢 只可以自己設計那個人 才知道那個project 的所有details 那個idea 在哪裡來 所以呢 其實最重要呢 是自己去criticize 自己怎樣去做得更加好 這個是最有效率的 因為你是最清楚自己的那個 另一個rule呢 就是 當我們做所有的事的時候 都嘗試 be the very best of yourself 做自己的最好 這個其實真的apply to 所有的東西 好像我媽媽呢 我從小都教我 即使是浪衫 一個媽媽浪衫 她會不停去想一種方法 怎樣最有效率 最快乾那些衫 最快速度 即使是一件這麼小的事 我們都可以去永遠找最好的方法去做 又好像我跳舞這樣 其實我都經常跟我的學生分享就是 無論我在教跳舞 我是老師也好 我是學生也好 其實在每一次我跳的時候 我都會盡全力去跳 我永遠都會想像 你知道有些dance studio 有個玻璃窗的嘛 那外面經常都會有人看著 或者有些人走來走去 我會想像別人呢 永遠的目光就要看著我 我的目標呢 就是每一個人看著我跳舞 所以每一次我上課也好 我教課也好 我永遠都會跳自己最好的那一面 但也因為這樣 在這個過程裡面 都容許我自己進步得越來越快 我先生她就說 她以前打籃球 那個coach就跟她說 如果你練習的時候 不做你的最好 你不跑得最快 你去到比賽 不會說有一顆按鈕 按著那個按鈕 然後你就會 嘩很厲害 打得很厲害 跑得很快 不會的嘛 而什麼是最好呢 這個standard是我們自己去定位的 而最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當你去設定你的standard 你去自己定你的standard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的考試官 告訴自己 我做得究竟是不是最好呢 我們可以自己去設定目標 去設定一些目標 去設定一些timeline 去到什麼時候 我們需要做什麼 然後一直觀察自己的performance 就像我之前訪問的朋友 他一間剛剛搬來英國 我問他 你真的 是不是有個list 有個timeline 有什麼需要做 做這個 是不是take the box 他就說 哇 真的很多東西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設定一個timeline 給自己 有優先次序 他知道自己 首先要settle 可能是屋 然後他的優先次序 就是他要幫他的女兒 可以找到學校 之後呢 就當 搞定了屋的事情 安頓好了 然後現在可能 在看工作的事情 有什麼工作的機會 這些所有的目標 都是自己去定 而你自己也做回自己的考試官 然後另一個rule就是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outside world 即是我們 不要只活在自己的bubble 自己的泡泡 血子裡 我們應該對這個外面的世界 去找一些興趣 我又不是說 你一定要一個人 變成一個很bubbly 很friendly 哎呀我等你做朋友 那些 不需要的 不過就好像 假如我家旁邊的伯伯 他懂很多關於大自然的東西 我就會覺得 哇這個伯伯 他還是很年輕 那個人是很interesting 他在他喜歡那一方面 他是很有興趣 他繼續發掘更多的知識 這個是一定很幫助到 一個人自己的自我發展 其實呢 當我剛剛來英國的時候 我自己去到倫敦 我真的只是認識一個人的 我先生 當時有很多事情我都很害怕 無論是去找工作 有很多我看到 我都不敢去遞自己的CV 然後之後 甚至乎是生了小朋友 當我住在倫敦 我們買了第一個物業的時候 距離我先生上班的地方很遠 那我又不會經常出 Central London 是不是 我經常帶我女兒去 Children's Center 去Play Group 然後呢 就只是回家 在家裡每天都對著我女兒 我就會打掉口給我媽媽 真的挺悶的生活 我先生經常都會問我 為什麼你不約下那些媽媽出來玩一下 那時候我個人就非常細膽 也好像很多事情都提不起第一步去做 我就經常給自己一些藉口 那些媽媽沒有主動約我 那我也沒有主動約她 那這個呢 其實當我搬到來Bristol之後 真的有很大的改變 其實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為我女兒她開始大過 那我發覺她真的需要朋友 那如果我不再出我自己的那一步 我不邀請她的朋友來玩 我不多去主動和別人聊天 別人是她沒有義務去跟我說話的 她沒有義務請我女兒去她家裡玩 那所以呢 我都發覺自己在這幾年裡 是改變了很多 我會很主動去 約她的朋友 幾個小朋友來我家玩 媽媽可以休息一下 阿偉她自己也有一個提示想給大家 其實我之前也分享過 我好像結婚之後 在她的身上和我婆婆身上 都學習了一件事 就是不要怕她問問題 有很多東西其實別人很喜歡分享 當她問別人問題的時候 有些人很喜歡跟你分享她的經驗 那你就做那個耳朵 去聽 然後從中去學習 以及增進了友誼 這個呢 是當你去到一個新地方 一個很好的習慣 同時間呢 因為你become part of something 那所以呢 我的生活就會更加開心 更加well balanced 最後呢 我很想分享一個我自己的rule 就是呢 你要知道自己的快樂從哪裡來 無論你是什麼的宗教 你有沒有信仰 又或者你的背景是怎樣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很不同 很特別 每一個人有可能有不同的 hobby 有不同的興趣 你可能喜歡做運動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吃東西的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扮靚的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LEGO的 所以我們去知道自己 其實做些什麼是最開心的 是很重要 好像我自己 我們有不同的身份 當我和我的女兒一起玩的時候 是一種很特別的快樂 沒有東西可以比較到的 但是當我去到跳舞表演的時候 又是另一種很特別的開心 又是沒有東西可以比較到的 所以知道自己快樂的來源 是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幫助你 令到你更加積極面對你的生活 希望今天的生活小貼士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有更加正面的生活態度 那我們一起加油 祝大家新年快樂 Like Subscribe Shar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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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you We got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Yeah